从今天起,一批新规和法律正式施行,包括了调整后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、电子商务法、电子证照的六项国家标准实施、土壤污染防治法和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。 老百姓将从中获得怎样的实惠哪些行为将被严管。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,调整海淘多福利多财政部发布。 自2019年1月1日起,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,将年度交易限值由每人每年2万元提高至2万6千元单次交易限值提高至5千元。 也就是说,新政实施后,单次交易5千元以内可享受零关税,每人每年海淘免交关税额度,将提高至2万6千元财政部关税司司长冯进平。 政策实施以后将有利于促进跨境电商新业态的健康发展,促进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和新动能成长,也有利于增加境外优质消费品的进口。 更好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,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原厂港澳进口货物,全面零关税财政部发布。 自2019年1月1日起,调整部分商品的进出口关税,对706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率,对94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进口降税方面。 食品原料等进口税率降幅较大,这无意对吃货们是个福音除了吃在药物方面。 多种抗癌药原料、抗血清及其他血分、人用疫苗等均实施零关税此外。 根据内地与香港、澳门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,1月1日起,对原产驴香港、澳门的进口货物将全面实施零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。 CEPA已经成为具有一国两制特色,符合世贸组织规则,全面涵盖两地经贸合作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协议。 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,分别形成了13项和19项互利合作政策措施,将有力提升两地经贸合作水平,使两地业绩更多受益。 规范电子商务行为,为网络消费者撑起法律保护散电子商务法,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 这使中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。 电商法将微商和代购,以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身份,纳入监管范围,并明确平台不得删除评价。 避免误导消费者,是约大数据杀鼠,禁止默认勾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 此外,电商经营者不得随意砍单押金,退还不得设置不合理条件。 深圳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红培林,对于消费者本身来讲,电商法出台后,可以帮助我们在网上买到更加放心的产品,因为所有产品都要求有追溯机制。 同时也要求当消费者在网上消费拳击,受到到损害时,相关平台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。 也就是说,我们可以确保买到的东西或者购买的服务,是有据可查,有根可追,就不至于在网上买到假货。 电子证照办事更便捷,人生第一证,社会功能更完善,2019年1月1日起。 电子证照的六项国家标准实施此次发布的电子证照系列标准,规范了电子证照应用的总体技术框架,统一地证照分类规则和证照基础信息,有助于推动实现全国以往通伴。 此外,国家卫健委发布从2019年1月1日起,我国将启用新版出生医学证明。 出生医学证明,也被称为人生第一证此次启用的第六版在此前基础上。 相兼职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,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,国家卫健委服又健康司司长新庚,随着社会的发展。 出生医学证明,还有着其他方面一些重要的社会意义,比如说,我们和公安部门协同协作,可以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。 我们和税务部门进行合作,可以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中,进行出生人口信息的核实比对。 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,让群众吃了放心住得安心土壤污染防治法,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。 这是我国首部规范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。 法律要求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,应根据有毒油害物质排放等情况。 制定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,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新。 法律强化了农业投入品管理,并加强对未污染土壤和未利用地的保护。 土地承包法保护农民权益,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,新增一条规定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不得已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。 承包期内不得随意调整农民的承包地,不得随意收回农民的承包地。 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核心内容,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保育。 农户进城后一段时间内,还是不稳定的因为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。 遇到经济形势比较困难的时候,农民可能还有回去, 所以对部分农户在进城后一段时间内既有城镇居民的身份, 同时又保留土地承包权益整体上, 将不妨宽容一点,大度一点,来源中国之声。